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看到周圍的環境是否跟平時拍片的環境不同呢? 沒錯 其實我現在不在香港 我去了外面度假 現在在酒店裏面跟大家錄播這條影片 最近因為我離開了香港 所以對香港的新聞我跟得不太貼 但我知道 最近屈永妍有一篇文章 她的文章 題目叫做《太多讀書人,太少更文者》 這篇文章的內容我看過之後 我是極表贊同 其實有關她這篇文章裏面所說的論點 意見 我在過去的直播之中 已經不止一次說過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只不過今次我看到她 這篇文章之後 我就想把我過去 有關這方面的意見 很有系統地歸納 成為一條短片 最近大家都應該知道 香港政府一直都想搶人財 搶人財的方法 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 例如 我們派消費券除了給香港的市民之外 同樣來說 都會給那些 不是香港人 但是 他們已經申請來香港工作 或者讀書 有可能成為香港人的人 為何政府或立法會議員會提議這樣做呢 他們的意思 就是想令到這群人對香港有一個歸屬感 希望將來成為香港的居民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搶到一些人才 在香港未來 貢獻香港這個社會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特區政府也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搶人財 例如最近利用了一些優才計劃 希望吸引 全世界不同地方 那些人才來香港工作 只可惜 雖然政府一路地搶人財 都好 但是香港 缺乏人手 這件事來講 到現在都未能夠解決 還有 現在所謂的人才 就不是說那些具有高深知識的那些專才 反而 社會上 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職位 同樣都是缺乏人手的 這些人 我們未必稱之為人才 所以我們稱之為人手 各行個業 現在 對人手方面 可以說是 求財若渴 例如較早前 旅遊業已經說了 為何 香港現在 旅遊業方面 復蘇情況 就是未如理想 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 香港的配套設施 做得不足 為何香港的配套設施 做得不好 原因就是 香港 缺乏人手 所以現在 有很多旅行社 或者 服務旅遊行業的職位 到現在 都未能夠 請足 所有人手 令到香港 在這方面 它的復蘇程度 就受到一定的阻礙 除了旅遊業之外 其實零售業同樣出現 這樣的情況 大家聽過 立法會議員 零售批發界 邵嘉輝所說 根本 在零售行業 無論飲食 或是 銷售行業 等等 都是缺乏人手 好像很多茶樓 大家如果有去喝茶 都會看到 差不多 每間茶樓 都是請不足人手 樓面 是很少人的 所以 現在有一些酒樓 希望透過機械人 去送菜 能夠減輕 一些樓面的工作 從而可以舒緩 樓面人手不足的情況 另外 亦都有一些茶樓食肆 現在 用了電腦下單 食客去到茶樓 只要你數一數二維碼 就可以下單 不需要浪費 人力 不需要浪費 那些伙計 幫客人 寫單 這些種種情況 都是因為 香港缺乏 勞動力 而出現 應變的方法 但是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應變 我相信 香港 各行各業 缺乏人手 這個情況 是一時三刻 非但改變不了 甚至 擔心情況 可能 會惡化 最主要的原因 是 第一 因為 近年來 香港 移民人數增加了 以及移民那群 都是 就職人士 將會不斷增加 第三 亦都是因為 香港 剩人口 出現了負增長 種種因素 都令到 香港勞工短缺 香港缺乏人手 的情況 到現在 都未能夠舒緩 除了這些情況之外 其實 香港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那群年輕人 仍然在香港的那群年輕人 很多人 都不願意工作 亦有很多人 到了 適合工作的年齡 他們都還未踏出社會工作 他們都還在讀書 這一點來講 構成香港 勞動力不足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 好了 為何那麼多年輕人 遲遲都不出社會工作呢 還有 為何那麼多年輕人 不願意工作呢 這個情況 這個原因 是相當複雜的 現在 現在 有人 將它歸納了 認為 現在為何年輕人 不願意 出來社會工作 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 讀書人 太多 人人 都是想 繼續讀書 所以 過去 踏足社會工作的年齡 現在 可以說 越退就越遲 至於 有很多 已經 讀完書 就是因為 他們自己 現在 已經 有一個 比較高的學歷 你記住 高的學歷 就不代表 他們的知識水平 同樣 會提升 他們 只不過 高的學歷 有一張 沙子 有一張 文憑 證明他們 受過高深教育 好了 他們受過高深教育 有一張沙子之後 對很多工種 不願意 參與 例如 一些基層工作 例如一些辛苦的工作 一些吃力的工作 他們 都不想從事 所以 有人認為 香港 是大學生太多 讀書人太多 令到香港 勞工短缺 一個重要的原因 對於 有關的分析 絕對贊同 過去來說 我在每一晚的直播中 我曾經多次說出 香港現在面對幾個 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學歷通脹 學歷通脹 我相信 這一點 大家都會承認 大家會同意 因為過去 在幾十年前 香港只有兩間大學 就是香港大學 和中文大學 但是到了今天 你會看到 香港的大學 越來越多 過去的那些專上學院 現在都全部 很早已經升格為大學 好了 有一些 根本不是專上學院的那些 現在都成為大學 例如恆生商學院 師範學院 現在成為師範大學 當香港有越來越多大學的時候 所有大學就互相競爭 互相競逐那些 準備入讀的大學生 由於越來越多大學去競逐這些學生 而大學多了 相對來說 大學 大學為了能夠收足生 於是 將他們入學的資格 一直下降 除此之外 大學也有很多 所謂副學士的學位 其實副學士 理論上來說 不是學士的 也有很多學生 拿著副學士 覺得自己 都是一個 有學歷的人士 越來越多這些學生持有這些學歷證明 他們出到社會的時候 就是 不願意做那些 低下階層的工作 例如售課員 又例如 酒樓的樓面 或者 送課員 或者是超市裏的理課員等等 這個情況 令到 很多工種 長期找不到人手 而這班大學生 或者這班副學士 他們所想做的工作 是甚麼工作 當然 就是那些 身高 職位好的工作 於是令到社會出現了一個畸形的現象 就是有些工種長期找不到人 但是有些工作 就是很多人去競逐 令到 那類工作的起身點不斷下降 於是 有人說 現在的大學生 越來越不值錢 更加抱怨這個社會 令到這些學生 年輕人 不能夠向上流動 其實這些都是假象 只不過 是因為社會 職位 資源 錯配 而這種職位 資源錯配的原因 在哪裏 就是 香港政府過去 投入 教育的資源 越來越多 而令到有很多 根本他們本身的資質問題 或者他們本身 個性 興趣問題 根本他們 就是不想讀大學 又或者他們根本 讀不上大學的那些人 都被迫 繼續讀下去 結果他們都是被迫 讀不上那些 就拿個負學士 總之 他們就不斷延長 他們 就讀 求學的時間 所以我就認為 如果社會要改變這種現象 如果社會 是要 不要說 這個職位的 資源錯配 我就覺得 我們政府 真的要 思考一下 投入教育資源 是不是 有重新調整的必要 那些 是讀得到書的人 當然我們 應該投入資源 讓他們繼續 升學 讓他們 學到專門的知識 日後貢獻社會 但是 這個世界 很多不同的人 每個人 與生俱來 都有不同的 話系本領 天賦 有不同的才能 有些人 在讀書方面 可能 不及到其他人 但是 他有其他方面 優勝於別人 例如在運動方面 又或者 在音樂方面 或者 在體力方面 優勝於別人 我們是否一樣要逼他們 一直讀下去呢 所以我就認為 讀得書的人 可以繼續讀書 但如果 本身 他的資質 是讀不上的 又或者 本身 是不想讀書的 又或者 本身 他們的興趣 在其他方面 不是在課本方面 社會 不應該再投入資源 給他們 或者強行逼他們 繼續讀書 這個做法 只會令到他們 投入社會工作的時間 拖得越來越後 越來越長 作為父母 每一個父母 都以為 當子女 讀得書 越多 將來 出來社會工作 成就 將會越大 其實這個觀念 在今天來講 可能是要有所改變的 假如你的子女 你的天份 不在讀書方面 為何你不想想 在其他方面發展呢 他們早點出來社會做事 早點累積經驗 同樣來講 他們一樣 是有進升 有向上流的機會 社會上 同樣來講 一直以來 過去幾十年 到今天為止 都有很多 根本 沒有很高的學歷 但在社會上的成就 是相當之高的 我曾經 多次引用過 國學大師 姚忠兒 以及 讀者文澤 中文版總編輯 林太月 作為例子 他們兩個都沒有 讀過大學 但是 他們在學歷上的成就 在社會上的成就 高於任何的大學生 其實 成功的例子 是否只有他們兩個呢 絕對不是 西方國家 大家都應該知道 微軟的創辦人 Bill Gates 以及 蘋果的創辦人 Steve Jobs 那兩位 都沒有讀完大學 但是 他在社會上的成就 高於任何一個大學生 至於香港 同樣有這樣的情況 同樣有這樣的例子 大家應該知道 九龍子業的創辦人 張恩 同樣來說 並沒有太高學歷 但是 他憑自己 在社會上 拼搏 就能夠成功 創立一家 上市公司 擁有的財富 我相信 很多很多大學生 都是望塵莫及的 另外 我們現在的特首李家超 同樣來說 都沒有升讀大學 但是 他的成就 我也相信 很多人 是望塵莫及的 種種的例子 我不想再說下去 但是 就可以看到 現在有很多人 有一個創的觀念 就是說 你本身 讀不到書 都硬硬去讀 都是死磨下去 都是 以為 只要我 捱下去 隨隨便 拿一張沙紙之後 我就可以出人頭地 我未來 仕途方面 就可以一帆風順 結果 就令到有一群人 高不成 低不就 因為本身來說 根本就算你拿了那張沙紙 你的資歷 都是不夠 你的水平 你的知識水平 都是 不夠 在社會上工作的時候 是不能夠升任重要的職位 所以我就認為 現在 年輕人 你就不要利用去讀書 作為逃避 出來社會工作的一個藉口 如果情況是這樣 繼續下去的話 我相信 香港 無論你怎樣 搶人才 始終 香港的勞動力 都是不夠的 多謝各位 請問大家